卫福部长邱泰源日前因为爆料 总统赖清德曾打电话 骂环境部长彭启明 被质疑内阁互打 今天台湾护理学会举办庆祝大会 总统赖清德跟邱泰源都出席 但两人的互动并不多 而总统在致辞的时候也强调 政府在政策的推动上 会更贴近护理师的需求 也会打造友善的护理直床环境 出席台湾护理学会 110周年庆祝大会 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 上任之后目标是要打造健康台湾 更成立推动委员会 总统肯定护理人员 对医疗健康照护体系的贡献 更承诺要打造优质的职场环境 卫福部从今年三月开始 实施各层级医院三班护病笔 以夜班护理人员奖励 以及三班护病笔达标医院奖励 来逐步推动合理的账户人力 而政策需要卫福部执行 不过部长邱太元日前在活动上爆料 总统曾致电骂了环境部长彭启明 没有给医疗院所足够资源 执行减碳 引发内阁互打的争议 虽然跟彭启明在立法院上演大和解的戏码 但跟总统关系还好吗 已经多少次在一起 我昨天也跟卓院长 还有环境部的彭部长 总统今天要跟部长聊什么吗 邱太元虽然在门口迎接总统 不过总统一下车就先跟原山董事长 夜居然谈讯互动 邱太元后头还隔了一公尺 活动上似乎也没有太多互动 而邱太元要烦恼的 还有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潮布隆 因为我们今年的可以协商的内容 大概只有 的数目大概只有174亿空间 所以当然健保署就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子 方案就等邱太元定夺 但近期风暴不断 必须引以为借才不会上的内阁团队形象 记者邱姚玉杰台北报道